一个人越来越强大的迹象,稳 稳定,是天才以外最好的能力 国语有言,灵沙物极,稳中取胜 一朝不慎,满盘皆输,人生如棋局 欲是稳得住,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大学开头有云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律而后能得 意思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何种境界时 就能够确定自己的志向 确定了志向就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内心平静下来就能处置安然 处置安然就能够做事深思熟虑 做事考虑周到才能得到至善的境界 说到底,我们想要达到一番成就 终究要稳住自己 唯有在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冷静 才能在困境中前行 从而在前进中有所收获 其中又有四方面可看出稳的能力 一,情绪能稳 可收放自如,情绪来时压得住也放得出 喜怒哀乐是一个人最正常的情绪 但是,一个人如果总是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那么,他就是不自由的就会成为情绪的奴隶 真正厉害的人,必然是要把情绪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收放自如非常稳 知道何时能够忍耐,何时够发威 很多伟大的管理者都是暴君,例如乔布斯,马斯克等等 卡内基曾说,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都有一个突出的优点 一旦具备,就很少会出错 其中有一个优点就是一个稳字 仔细想想,稳字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或许我们认为的稳,就是一成不变的 是长期固定的 其实不然,稳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长期流动的状态 一个人如果能够管住情绪 能够稳住脚步,便能离成功更近 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形势能稳 古人云,运速则不达 无论做任何事都像是在与时间赛跑 而且将要经历的是一段艰难的长跑 其实,最后能否到达终点 都在于过程是否能够稳下来 坚持下来,运速前进 然后,才能在结尾顺利冲刺 从而取得成功 正所谓抬上一分钟,抬下十年功 毕竟,做事图快就不能图好 急于求成的结果也会是不尽人意 冰川有云,求稳之计重在借机 那些只空想不做的人 通常只会在胡思乱想中走向焦虑 最后一事无成 而那些急功近利的人 通常都幻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 却往往都是理想被现实打败 其实,凡事都需要循序渐进 成功的背后也一定是 夜以继日的坚持和努力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言 稳定的能力是持久进步的基石 有时候我们越急就越容易出错 而有时候,看似很慢 实则也是在稳定中持续进步 要知道,世间万物都有规律 我们只要顺其自然 行事时,谨记冷静 不贪不急不乱 一切自会水到渠成 稳扎稳打才能等到时间的巨大回馈 三,心态能稳 一个人之所以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都是因为心态不够稳定 如果能够内心如如不动 以至于外界的一举一动 都在自己掌握之中 那绝对能把事情处理很好 历史上又以三国的司马懿为代表 他用四招稳得天下 将对手一一歼灭 这四招就是 一,他沉得住气 二,低得下头 三,装得了傻 四,下得举手 他沉得住气托死孔明 低得下头躲过曹操 装得了傻傻草爽 下得去手无形布局而迎天下 就靠这招稳 四,能力稳 有能力的人定下目标后 不急躁 这个世间的一切事物 多有其规律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发现规律 利用规律顺从规律 真正厉害的人 就是按照规律去败事的人 普通人却会觉得他很神 其实他只不过是放下了妄想 放下了执念 一切实事求是 遵从规律罢了 普通人放不下妄想 总是会违背规律 以求快 结果越是求快 就越是难以到达目标 实际不到 不妄为 一个人的成败 自身的努力是一方面 天使也是一方面 如果天使不到 那么 不论如何努力 都是无济于事的 反而是浪费了精力 打击了信心 甚至还有可能让自己受到伤害 实际不到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自处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乾隆勿用 静静地沉淀自己 默默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静候天使 一旦天使到来 我们要能够迅速发现时机 把握时机 将平常稳定积累的能量 释放出来 这就是稳的力量 让人越走越强大的方法